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 哎呀,这真的是铁打的营地,流水的车友啊 我们在这里呢,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 同时呢,也在这里啊,送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 希望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位车友都能因为飞翔房车延续大家的美好生活 那今天我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因为啊,我闻到了西点的香味哦 哎,看看我们的车友在干什么 哇,这个烤好了吗?烤好了,看看我们的全卖面包,减肥的 哇,你自己做的?自己做的 哇,好厉害啊,你真的是人美手又巧哦 这有点乱,放这里,这是什么?全卖的 全卖的,这是面包?对,自己当小车 哇,这个跟外卖西点店卖的一样哎,好厉害,好厉害 就是无添加,就是自己全卖面粉,加个鸡蛋,酵母,盐 哎呀,那得尝一个,好,来尝一个 哇,这是我们的车友,刚做出来的,新烤出来的,还很烫手的哟 这叫什么?全卖面包,全卖面包,好有口福啊 这每天来营地里走一走,不管是早餐,中餐,午餐,下午茶都有了 来,掰开一个,掰开一个,给我们的广大车友们一起看一下,好烫哦,这刚烤的 烫到掰不开了,这芝麻东西自己炒上去的,对的 哇,它里面是,对,你在家做的时候会加一点馅,外面嘛,不是很方便 哇,你这个发酵的好好哦,超厉害,真是 当早餐,加一片火腿,加一片生菜,再煎一个鸡蛋,很营养的 哎呀,看见你这么熟巧,想必你的房车布置的也非常美,一会给大家拍一下行不行 好的,好嘞,一会那我给广大车友拍一拍我们这位来自兰州的车路女车主布置的房车哟 咱们的这位女车主啊,不仅是心灵熟巧的巧厨娘 同时呢,和家人的关系啊,处理的也非常好 现在正在和她打牌的呢,是两位姑姐和她的老公,看多么和谐的一家人 那一会呢,我们就去到她的车上,参观一下她的车里面 四个人休息的话,是如何来安排四人出行的行李,以及四人的睡眠的 外置厨房这个位置呢,本来咱是一个侧翻的开门 那经过很多车友的提议呢,现在呀,将它改成了一个下翻版 这样的话,确实蛮实用哈,在此呢,也感谢各位车友 为飞向房车起来的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您看,这是刚刚烤的面包的一个空气炸锅 好,我们一起去到车里面看一下吧 有一句老话说的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飘逸 那我们这位女主人呀,真的是有一颗有趣的灵魂哦 好,那我们看这里,在这个桌子上面呢,准备了一盘勤果 代表着勤勤安安,一盘糖果,代表着甜甜蜜蜜 那在此呢,也预祝我们的车友以及家人都能够勤勤安安 甜甜蜜蜜,合家欢乐 好,那这个桌子呢,现在呀,这是一个平常人比较少的一个使用状态哈 当我们多人使用的时候,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手动把它给拉过来变大 这样的话,我们多人使用也可以,那我们把这个桌板呢,翻过来呀 就可以变成一张更大的桌子了,你先不给大家翻过来了啊 它这个桌子,如果说我们不需要使用的时候呢 也通过下面的这个腿呀,可以把它调节起来 然后通过旁边的垫顿,有一键收起来 可以让我们整个空间全部都是一个空旷的空间 前面呢,我们也讲到了,我们这位车主啊,是四个人一起来提车的 所以这两天呢,车里面一直是住四个人 包括我们听到车主讲,将来使用的时候呢,也是最少四个人 有可能有时候会更多人,那这个车呢,做的就是一个六座的布局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说是四人同时使用 就像我们这位女车主一样,是如何来安排车里面的这些收纳空间的哈 那我们先将目光投向我们车体旁边的这一组吊柜里面 这一组吊柜的总长度呢,是320公分 它里面的高度呢,是80公分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铝合金材质的,所以它的轻量化以及结实呢,用程度就很好咯 大家看一下,里面呢,我们这位心灵熟小的神仙姐姐啊 是用过这样的收纳袋来进行收纳的 正好呢,有四组这样的柜子 他们正好四个人,就一个人一个柜子 这样的话呢,大家东西都不会插和到一起 在后期需要使用的时候呢,找起来也很方便 还让人看起来很舒服 那夜晚睡觉的话呢,咱们这台车上呀,是有两张大床的哟 位于车身的尾部,这是一张尺寸达到1米3乘以2米的固定双床 所以说这个位置,睡两位成年人很轻松咯 那咱们的女主人呢,是将这一张固定大床,让给两位姑姐来睡的 那我们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是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我们会客厅的上方,还有一张升降大床 我们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第二张床的设计啊,就更巧妙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有一个中文标识前吊床 可以通过这个地方的电动按钮 为大家展现出来一张双人大床,从天而降 这张床的尺寸啊,宽度超过了1米3乘 长度呢,也是超过了2米,它的承重呢,是达到了300公斤600斤 那睡两个成年人也是很轻松啦 那我们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通过隐私联啊 将我们的前床和后床有一个很好的割挡 大家看一下前面的这一个大额头天窗的话呢 在我们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哎,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星星咯 想想啊,就是一件又浪漫又美好的事情 做一台房车呀,那这个厨房呢,也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车主在这一个非常的宽敞的厨房里面是如何来设置的哈 大家看一下这些小细节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它都是提前准备好了一些防滑垫 以免在行车情况下这个,因为我们的急刹车呀 或者电锅呀,上面放的东西会滑落 所以加了一个防滑垫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同时呢,在买这些电器的时候呢 尽量都要买一些像这样,比较迷你的小锅 因为房车的地方呢,村土村金 所以我们的用品呢,尽量买小一点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下方这些柜子它是如何利用的 看看我们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啊 你看像这样出汽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内外贯通的 所以说这里面放的东西呢,就可以我们不管是在室内做饭还是室外做饭都可以拿去 再往下方来看一下 哎,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内外贯通呢 这里面就可以放一些我们的锅具,也方便我们是内外拿取 再往里面看一下 全部都是各种厨房用的餐具 以及提前准备好的小的干货 中门的左侧是厨房,右侧呢就是我们厨房与之配套的电器了 最上方呢,是一个大雨的微波炉 中间位置啊,就是一个防水专用的浸水设备12服用电哦 再往下方看的话,同样也是一个12服用电的冰箱 打开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容积达到100升的冰箱 现在呢,我们的车主啊,已经放进去了很多东西 这个收纳容纳能力啊,还是蛮强大的 下方的话呢,就是冷冻了 现在还是空的,还是放东西呢 车上面啊,是有很多收纳空间的 但是我们的一些大件的新米物品 比如说换用的折叠桌椅怎么办呢 当然了,在我们的床箱下面啊 还有一个更大的储物空间 并且啊,也是一个内外贯通的设计 这个位置呢,有舱门 外面呢,也有舱门 方便我们使用的时候拿取物品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车的卫生间 在进入卫生间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要走上一个台阶 这个台阶的下方呀 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配备的 行车后暖风的一个出风口啊 然后打开这个扇铝合金的圆弧的 卫生间门呢,来看一下这里面又有什么 最上方呢,是一个双向的换期扇 所以我们的这个卫生间里面啊 是一点点意味都没有的 那这一面墙啊,全部都是为大家开模来做的一套 我们可以用来各种收纳储物 以及下面有一个折叠的洗手盆 这个洗手盆的话呢 你看当我们不用的时候呢,是折叠起来的 当我们需要使用的时候呢,这个面积非常大 包括我们洗衣服的时候 都可以做一个洗衣盆来使用 它的下水也很简单 只是我们这样抬起来就可以下水了 不需要手就这样收回去 当然了,如果洗衣服的话 再继续往下看 在这个位置呀,还有一个 韩国大雨的2.5升的迷你洗衣机 它的位置设计呢,是在我们的储物箱下面 它的门呢,是通过这个位置打开的 我们洗几件衣服还是很OK的 卫生间的设计呢,也很巧妙 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这个前方啊 有一块比较空旷的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将这个马桶在不用的时候呢 将它移到了墙角一侧不占空间了 所以你看现在是打不开的状态哈 那当我们需要使用马桶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增加了一个侧滑功能 我们只需要轻轻的侧滑 这个马桶呢,就能处于这个卫生间的C位了 我们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大家看通过这些很巧妙的小设计哈 就可以让我们这个本来不是很大的空间 使用起来啊,就更方便了 如果各位众友想对这款EvicoOcean创响版做更多更深入了解的话呢 可以在咱们的视频下方留言啊 我们会为大家一一回复 好了,本期视频啊 这个大家介绍这么多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